宅在家不出門 早晚還是要把臉洗乾淨喔 六款經典的洗顏罩 你一定要知道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掐指一算 我大概在家裡已經工作了四個禮拜囉 那其實這四個禮拜我幾乎都沒有化妝 除非要出門 其實出門也沒有化妝 都戴口罩 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都在家沒有出門 早晚還是要把臉洗乾淨 因為我們的皮膚還是會因為溫度上升 然後油脂分泌 所以你的臉其實還是有很多油脂啊 老費角質 需要把臉洗乾淨 最近宅在家 其實你可以把你的清潔產品 簡化到最簡單的狀態 那是什麼呢 就是洗顏罩 像我最近都用洗顏罩 這邊就是兩款 我已經用到剩下蠻小的洗顏罩 現在的洗顏罩已經不像你想像中會越洗越乾喔 而且皂剪其實也沒有這麼可怕 你知道為什麼嗎 洗面罩 就是截眼罩 它有一個製作的原理 它其實還蠻單純的 就是油脂再加上輕氧化鈉 就是鹼 然後就會形成一個皂化的反應 就會產出所有的肥皂跟乾淨 這個就是一個最簡單的製作肥皂的原理 以前大家為什麼會覺得 截面罩 或者是洗臉罩用起來 會讓皮膚乾乾的不舒服 你先來看 因為它添加了鹼 那鹼呢 今天它一定會用在皮膚上面 雖然具有不錯的一個清潔的效果 但是它的去脂力 去霧力都蠻強的 所以會讓使用後的皮膚變得比較乾澀 然後比較緊繃 現在的所謂的截眼罩 或者是洗面罩 其實已經擺脫了以往 我覺得它用起來會乾澀 會緊繃 這樣的一個困擾 現在的品牌方 他們在製作肥皂的時候 他們可能第一個 會選擇比較好的油脂 比如說出炸橄欖油 或者是像苦茶油 這一類型 就是對皮膚的滋養度非常高 滋潤度非常好的油脂 然後提高它的比例 再來呢 降低造鹼 就是降低輕氧化鈉的一個比例 大大的減少了鹼 這樣的一個物質 在這一塊造體 所以製作出來的肥皂呢 它就具有不錯的清潔效果 但是滋潤度還是很足夠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六款 我自己使用過非常值得推薦的經典洗顏皂 那第一款就是阿露比用健康洗顏皂 你看這一塊就是我已經用了 已經剩下薄薄的一小塊了 那阿露比用大家最熟悉的是健康化妝水 它其實是要維持你的細胞的一個正常的運作 那它的健康皂其實也是這個概念 那這個健康皂啊 其實我覺得它的味道 我覺得有一種復古的香味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那這個洗顏皂其實你不要小看它 好像是一顆皂 它是可以卸妝的喔 那我自己其實是比較是習慣早上使用它 它一樣可以促進你的肌膚的表皮 代謝周期的正常 這樣子就會平衡你的水分跟油脂 你洗完之後其實你的臉啊 一點都不會覺得乾燥 就是蠻水的 然後呢如果你是有痘痘肌啊 或者是敏感肌 甚至是發炎的皮膚 其實洗這顆也完全沒有問題喔 像日系的洗顏皂啊 我都覺得它們很厲害 因為它們非常容易起泡 像這個阿露比用的健康皂啊 它其實加了水之後 就會打出很濃密的泡沫 然後那個濃密的泡沫 它可以當成你的皮膚 跟你的手的中間一個韓性的戒指 所以讓你的手幾乎可以不用觸碰到你的臉 讓你的綿密的泡泡 就把你臉上的一些老廢角質 跟一些髒物帶走 第一個阿我覺得它就是這麼的小 其實它一盒有附了三顆啦 那我覺得為什麼它好 因為它非常的握感很好 就是大部分的肥皂是圓的 其實我們在洗臉的時候比較不好握 就是像拱形一樣 我覺得非常好握 就是當我們的臉打濕 你其實很簡單就可以握住 然後起點泡 就可以在臉上慢慢的搓揉 那這塊洗臉皂我洗的感覺是 它洗完完全不會緊繃 然後它也是無香精 無添加任何的成分 所以是皮膚科醫師研發的 聽說這款洗臉皂啊 去年聽說臉爺爺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臉爺爺 就臉爺爺它自己到櫃上買了三四顆 所以這一顆是非常非常經典的 漸壁洗臉皂 那如果是喜歡漸壁的人 最近應該也知道 他們還有出一款最新的一個 就是它是潔膚露啦 二合一的發光型的潔面露 這是他們最新的產品 如果你很想要讓你的皮膚 就是洗得很乾淨 用這個溫和型的洗面皂之後呢 再用這一個 或者是單純使用這一個 它可以二合一 就是一邊幫你洗臉 一邊幫你去角質 裡面還有一些酸類的成分 很溫和的酸類成分 還有就是一些非常細細的那個小顆粒 可以讓你輕輕的按摩 讓你的臉洗完之後 瞬間發光喔 資深糖蜂蜜香皂 如果你是洗面皂 你一定會知道 資深糖有兩款超級年代很久的 這個蜂蜜香皂 那他們其實是在1958年 在日本就生產了 那其實台灣大概在2019年 就直接從日本原裝進口 這兩顆香皂 那這兩個香皂 真的是歷史非常的悠久 我在這邊聞都會聞到那種 很清香的那種 就是古老的復古的香皂的味道 那這兩款蜂蜜香皂 它其實最重點 就是它裡面加了蜂蜜的萃取 蜂蜜的精華 所以可以讓你在洗臉的時候 保濕感會更高 而且會洗得非常的乾淨 那這兩顆其實 你知道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他們的外型啊 其實就是一個鑽石 鑽石的形狀 紅色 紅色是有點正方形 然後呢 綠色是有點圓形菱形 那這兩顆的差別是 他們除了都添加蜂蜜的成分之外呢 還有添加甘油 那綠色這一款還添加了山裡唇 就是它是保濕的加強版 如果你的皮膚稍微乾一點 你可以選擇這個綠色的這個蜂蜜香皂 可以越洗讓你的皮膚越滑 而且洗得非常的乾淨 DHC唇懶滋氧皂 那這個橄欖膏 其實DHC他們很有名的就是 他們有非常多的橄欖成分 添加在各種保養品裡面 因為他們可是非常的豪氣 在西班牙有自己的橄欖原 他們自己種植橄欖原 自己去一些採收啊榨取 取得到的這個成分 再送到日本去製成各種保養品 他們這個純懶滋氧皂啊 它裡面就含有豐富的橄欖油 還有剛剛就是滋生糖用到的蜂蜜 這兩個成分一起加在這個洗臉皂之後呢 所以你的洗臉就是不但有洗淨力不錯 而且還有非常非常滋潤的感覺 那它的這個起泡性也非常好 它可以幫你的臉上的一些油脂啊 髒污啊 甚至一些老廢的角質都徹底的洗乾淨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啊 其實我介紹的洗顏皂啊 有分這種透明的跟這種不透明的 那差別在哪呢 那其實我們通常如果是要做這種洗淨皂 都是拿那個油脂跟皂鹼 可以把它皂化成像這樣子不透明的洗淨皂 那透明的洗淨皂 其實是另外再添加了乾油、酒精還有精緻的糖 用這三個東西做成一種溶劑 去溶解白色的皂肌 所以就可以把這種不透明的皂變成透明的皂 那其實洗淨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D-Program敏感化體潔膚皂 那它們其實推出了這個潔膚皂啊 不只是可以洗臉也可以洗身體 那我自己使用的這個心得是啊 我覺得它洗起來完全沒有那種 好像是專門給敏感肌膚使用的 因為給敏感肌膚使用你會覺得說 好像就是一種洗起來很無感 沒有味道啊 沒有那種洗的愉悅感 其實它是有的耶 它有一點淡淡的香味 雖然它標榜是沒有任何的香精 可是它有淡淡的一種很舒服的氣味 然後呢它的泡泡是比較不是那種綿密 可是呢它就是蠻舒服的 而且我在洗它的時候啊 我還把眼睛睜開 哇完全不會熏眼耶 果然是擰弱肌會喜歡的產品 那它其實洗完之後啊 你的皮膚會得到一個舒緩 而且完全不緊繃 然後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的自己覺得 皮膚比較狀況不穩定 那選擇這個敏感肌膚的這個潔膚皂 是蠻好的選擇喔 歐真廷結顏銀皂 歐真廷啊其實是英國的一個小眾品牌 它最明星的系列啊 是因為它裡面使用了水溶性的銀膠 那水溶性的銀膠啊其實對於傷口的修復 還有抗療有非常好的作用 那它的一個明星產品是銀霜 那這個是它也是蠻厲害的產品 叫做銀皂 因為銀皂裡面含有的這個水溶性的銀膠 比例跟濃度都比銀霜來的高 所以呢它含有這個水溶性的銀膠 它還加了一些就是火山岩的一個土 它可以生成清潔我們的毛細孔裡面的一些 老廢角質跟一些污垢 以及它添加了一些棕櫁油啊 椰子油的這些萃取 所以洗完之後你的皮膚一點都不會乾 它就是洗完之後你的皮膚摸起來說 欸怎麼會是滑滑的 因為它的重點是它裡面居然是不含皂鹼耶 像我剛剛介紹了這麼多潔膚皂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 如果因為這些都是大部分都是進口的品牌 以及它有英文的標示 那潔膚皂的英文都是so 其實大家看一下像這個倩碧啊 它上面是有說它是so 然後呢就是直升堂它這邊也有說so 就是大部分的潔膚皂都會說它是so 那有so就是它應該就是含有皂鹼 就是可以清潔你的肌膚 那另外還有一種狀況呢 是就是它上面的這個英文品名 它是標示著bar就是bar 那bar跟so其實好像都長一樣啊 因為像剛這個歐真廷它也是潔膚皂 那比方說這個deprogram它也是潔膚皂要怎麼分呢 那我想要教大家一個辨識的技巧 因為呢這個bar其實它裡面是不含皂鹼 大致上都是呈現弱酸性 所以就是敏弱肌膚啊就是或是比較乾燥肌膚都能使用 那它不含皂鹼怎麼清潔肌膚呢 它其實是利用英離子的界面活性劑去脫水 然後固化成這個皂的樣子 bar的英文意思是一塊一塊的意思 就是它已經固化成一塊一塊 看起來很像潔膚皂 那所以呢如果以後你買產品看到bar 你就知道bar大部分都是呈弱酸性 是比較不含是一個不含皂鹼的清潔洗面皂 那像這種soc它就是含有皂鹼 那其實含有皂鹼不一定是不好 添加了很多油脂的成分或者是護膚的成分 可以降低你的那個洗臉的不適感 其實這兩個其實都是蠻不錯的選擇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紹的六款經典潔肤皂 簡簡單單就可以把臉洗乾淨囉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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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看 就先說我為什麼不信心 你怎麼可以不信心 我不會看還有一件事 我會想看 你現在bbe 你怎麼可以 我會想看 你要說我 你怎麼會想看